介绍要来看医疗上的一段进步 自己是一名主生的感染犯假 在接受秋水和放射治疗了后 三星放射性的重点 每天都会会变 甚至每个星期都要到便宜来社会 在好感染上造成生化上很大不方便 一直到接受自己基督到便宜进行 片状内视镜射频烧灼数 当天出国就得到控制 秋水后资金也不用再社会 这对患者身心健康帮助很大 亲自照着回收到便宜来感谢医生 这位过期在父科感染的主生路数 接受秋水和很世界的放射治疗了 今不简单感染症好了 没想到对他来说 其实是另外一段欧望的开始 从手术然后化疗 六次的化疗然后25次的电疗 然后八次的腔内治疗后 历前差不多半年后就发现 都是出血大量的出血 那我就去找我原来的医师 那原来的医师说 这个是因为放疗后遗症一定会这样 接受新型的片状内视镜射频烧灼数 让主要是将来可以回合进行的生活 但是均紧研究这次 在放射刷治疗后 大概有百分之二至二十万万价 都可能会尽量这款放射刷大当在当院 套位片状内视镜射频烧灼数 会治疗后果 明显比传统的治疗方式更好 在我们诊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流血流了快半年了 那他也过去在其他医院 接受过传统的治疗药物 或是内视镜变烧 传统的变烧止血 或者说用高压氧症 其实效果很差 就一如我们过去的认识一样 这种疾病在过去是很难处理的 那当时我跟各安谈说 有这个技术 的确有这个技术的存在 那我们先试试看传统的止血 那也的确是没有效果 进去看他流血状况 就像刚才影片一样流血的状况 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就采用了这个技术 片状内视镜射瓶烧灼素 是一种可以 大范围电视的特殊价格 价格设计的参与实质的温度 同样 操作者可以透过内视镜 和这个参与温度同样的接触面 将在灯里面不尽上的灯状 这种特殊的设计 可以让电视的浅度 究竟在粘膜层 但是电视所都在的灯状上海 在后美国家书用这项技术 来处理到放下性 大当在重点的资设计 已经有很多的案例 对着相关一般的观察 中心为一个比较更好的宣定 细心新闻 将军冬奥书先生 加以七彩虹佛兜 但是有短褲